大家好,今天来朋友这个鱼塘里弄一点吃的 看它这个鱼塘非常的干了 应该有很多货的,我们等下找不找 这个鱼塘已经干枯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没有来的水源,所以干枯了 有水的地方就这个位置一点点水了 它这个鱼塘里面 不知道有没有泥丘挖,像这种地方 田螺是有的,泥丘也很好生长 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有那个唐角鱼就没有泥丘的 很多河磅 河磅特别多,像这种地方 在这种缝里面夹着 没有水了 哇,这里一个,看 这种河磅还可以 有水的地方,估计比较好找 这里也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 这么小的河磅 哎呀 哎呀 跟我之前捡的那个比起来笑太多了吧 目前为止还没发现其他东西 这种鱼塘肯定有黄散的 不知道能不能挖得到 像这地上很多老鼠的脚印 这个老鼠也会过来吃这些田螺跟河磅的 这边挖了一下啊 没找到泥丘黄散 就是河磅多 哇 这里一个大的 哇塞 总算搞到一个大的 这里有好几个大的 但是死掉了 哎 这边也有一个大的 这两个个头可以 我不弄了啊 你们要弄个头啊 这边还有一个 在这里找了一圈啊 只有找到一些河磅 我们看看 哎呀 只有找到这些了啊 也有几个蛮大的 这种地方没有泥丘跟黄散 真的是太可惜了 哎 很好的一个地方 我一般来这种鱼塘啊 都能搞到很多泥丘跟黄散啊 今天例外搞的都是 河磅 就这样吧 搞了一些河磅回去啊 这个河磅拿来 红烧炒的也非常好吃的啊 今天就拍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